阿姨 喝了幾個 早上都不停了 你們早上了 我現在要上班了 彰化縣長王惠美臉書 湧盡期前網友留言 有人貼出私訊王惠美的對話記錄 不滿的就是7月26號 彰化沒有放颱風假 雨下之夜 我們的新生的時風 這聲咕嚕咕嚕 重斥滿滿諷刺 因為7月26號彰化縣 多出大煙水 馬路變小河 不少居民出不了門 甚至有人騎車掉進溝渠 真的咕嚕咕嚕了 網友畫出四個漫畫更圖 以民眾向縣長求救 得到一起加油努力的回應 最終被水淹沒 喊了咕嚕咕嚕咕嚕 當成結局 如今這句話 也成了民眾調侃的口頭禪 縣長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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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咕嚕 咕嚕就是 好像溺水的感覺 咕嚕咕嚕這樣子 驗證的考量會以大多數民眾的為主 或沒有接觸上班 清潔隊員也沒辦法馬上出來跟大家 收取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當時的一個判定 第一個它隔天確實是風雨 是沒那麼嚴重 那有幾個鄉有幾個村裡他因為积水的問題 確實也導致他們比較不方便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再來做虛心的檢查 面對民眾 面對民眾鼓辱罵聲王惠梅首度正面回應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朱立倫28號一早也來到彰化大村勘災 只見天空放晴了現場農田 卻還是一片水田 颱風造成從彰化以南的大淹水 造成我們農業損失非常的嚴重 也造成了基層非常大的負擔 我想中央一定要完全的來負起這個責任 來減輕整個地方的負擔 這回凱米颱風造成彰化多處衰患 縣府回應正在找尋淹水原因 也呼籲民眾可先行進入受損部分 後續也將協助申請天災補助 民視視網站林子祥 彰化報導